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今年上半年,在安卓阵营旗舰出了一期平台 天机9000的口碑要比骁龙8高尚那么一些 连发科一转之前的拉快印象突然只冷了起来 而高通的阎龙传说似乎还在继续 只是由于天机9000产能的原因 以及一些客观因此的影响 基于该平台的机型没有基于骁龙8的机型多 7月11日,鲁大师正式发布 2022年上半年手机性能榜套 10,我们先来看一下入围的机型都有谁 冠军,Redmi K,50 Pearl 亚军,努比亚红魔7Pro,季军 联想拯救着游戏手机Y90 从榜单中,我们可以看出 前世的机型还是以骁龙8为主 而搭载天机9000的红米K,50Pro夺冠 干翻了老大哥小米12 Pearl 不过这也许是榜单中 唯一一款搭载天机9000芯片的手机 因为入围的Vivo X,80Pro 拥有骁龙8和天机9000两款型号 尚不清楚是哪一款手机入了围 由于种种原因 市面上天机9000的机型并不多 销量最大的可能就是 红米K,50Pro了,Redmi K,50Pro的独怪 这或许是整体行业都没有想到的事 从这来看,一来证明了天机9000的性能 确实优异于骁龙8 二来证明Redmi的优化能力不错 毕竟在上半年,基于联发科天机9000平台打造的机型 并不仅仅只有Redmi K,50Pro 还有OPPO Find X,5Pro天机版,Vivo X,80系列等等 当然了这个得分 大家仅作为一个参考就可以 机型到了这个份上 性能表现是可以忽略的 不过,该榜单还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 在榜单前三的红米K,50Pro,红魔7Pro 联想拯救者Y,90 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游戏手机 而游戏手机在性能,游戏调度等方面的调效 的确优于主流手机 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流的像小米12Pro,Vivo X,80Pro都排在榜单后面 从隔壁家安兔兔的性能排名来看 前三名也皆为游戏手机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 游戏手机在性能测试当中占的相当大的便宜 不过,在日常使用中 主流手机和游戏手机的差距明显 很容易就体现出来了更轻,更薄,系统漏洞更少 因此,若是追求稳定的手机使用 最好还是不要光看性能排名买手机 无论是鲁大师的芯片王 还是从各路得出的数据来看 天机9000的表现确实比骁龙8要优异 拍照方面来讲 天机9000最高支持3.2亿像素 但是只是单像素支持高 三摄支持就少了点 不及骁龙8GEN1 同时支持3600万像素 这也是联发科家的传统短板 内存方面 天机9000最高支持6兆 LPDDR5X内存 内存规格更高 频率更快 骁龙8GEN1 以网络下载速度 最高支持10GB每秒 比天机9000网速更快 不过天机9000已经支持蓝牙5.3 并且工艺方米 天机9000表现更出色 主要是由于台积电晶体管密度更大 有171.3NTSA闪麦 反而三星5纳米才145.8NTSA闪麦 台积电4nm工艺 由于台积电5nm工艺 由于三星4nm工艺 工艺方面 三星4nm工艺连台积电5nm工艺都比不上 更何况4nm工艺 有媒体测试 在GasusWedge对GPU的测试中 天机9000在帧数接近 新骁龙8的情况下 功耗比新骁龙8低了26.7% 日常使用过程中 只要不在高温的环境下用来打游戏 两家的高端芯片的使用感受基本一致 可一旦进入游戏 无论是从发热还是功耗来说 天机9000都可以说是力压骁龙8一筹 从GQB跑分来看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天机9000都要高于骁龙8 从超大核功耗来看 天机9000的功耗 比麒麟9000都要低 能效比也超过了麒麟9000 这一波 联法科真的站起来了 不过现在 无论是天机9000还是骁龙8 都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下半年大家的目标都在骁龙8家 以及天机9000家身上 目前 小米将有三款新机搭载骁龙8家 一款新机搭载天机9000家 均在7月份发布 从5月份高通发布骁龙8家到现在 无论是媒体测评还是官方数据 骁龙8家的口碑以及数据 确实强过骁龙8 这是否能一转往常骁龙等于严龙的观念 将高通挤牙膏的刻板印象取出 至于天机9000家表现如何 由于目前仅一款机型刚开始发售 还需经历市场的检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